哈囉大家好,我是Tazumi 今天要來教各位 如何將OBS YouTube的聊天室 像Twitch一樣有去背的效果 那首先呢 到這個網站 這是之前人家教去背的網站 那這個作者已經不更新了 他說My code will not be updated anymore 所以他是說了有一個新的方法在這裡 那點開這個網址 然後這是 字型什麼的 頻道名稱 然後留言的訊息 然後這下面都可以調大小 Fonts就是大小 這個Fontsize 每一個都可以調 參數 你要調多大 他就會顯示在這裡 這是預覽 留言的訊息要多大 這麼大 第二行的訊息要多大 就是你超過第一行的話 然後 改完之後 這個下面的CSS 它會自己更新 就是 依照上面這裡的參數 去更新下面的CSS 那最後再把CSS Ctrl加A 全選 然後Ctrl加C 複製 之後 然後貼到 貼到 貼到 這個 YouTube聊天室 屬性 原本是這樣嗎 你 原本的不能用之後 會出現這樣子 因為這是 沒有再更新的CSS 那你就把它 Ctrl加A 全選 然後Ctrl加V 取代負貼 取代貼上 按OK之後 就會變成 就是 改好的 透明的 那 接下來 到 你的YouTube 這個 即時串流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裡留言 嗨 OK 然後再回去看你的這個OBS 然後就有了 長這樣 OK 它已經是做好去背的 那 大小那些 就在剛剛那裡 調就好 那以上是 今天的教學 那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想繼續看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 訂閱 然後 並且 幫我分享我的影片 然後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 掰掰